那时 耶稣对自己的门徒说 这一切是发生以前 为了我名字的缘故 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 迫害 解送到会堂 并愁于狱中 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之前 为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 你们心中要镇定 不要事先考虑生变 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名字 是你们的一切仇敌 所不能抵抗及辩驳的 你们要被父母 兄弟 亲戚及朋友出卖 你们中有一些要被杀死 你们要为了我的名字 受众人的憎恨 但是 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 你们要凭着坚忍 保存你们的灵魂